- 失眠妆睡更恐慌 - 小S化妆学梦播大口台湾艺人徐希迪 - 小S 好中意同网民分享曲凯生活趣事 - 能日曲又齐社交网上载一张近镜自拍照 - 素颜上阵凯小S望落有憔悴 - 原来曲三更半夜粉舞着 - 曲留言 - 我必须承认 - 失眠是最可怕的事 - 尤其当你明天有很重要的工作 - 要专业要漂亮 - 但躺在床上假装睡了两小时 - 只会让自己更恐慌 - 网民知道小S向来爱悲中午 - 所以留言选曲5号靠酒精助眠 - 众向曲提供好多解决失眠开方法 - 相隔几个钟之后 - 肖S在府乡 - 相入面凯渠画晒装博大口粉脚 - 真细捏形象都毛晒 - 同埋似细逼人偷影 - 不过渠自嘲化 - 失眠隔天的工作空荡 - 肖敬腾 - 他只要一哭 - 我一定跟着哭肖敬腾一路不断蜕变 - 从洛克先生 - 爵士先生后 - 他心尽称自己为娱乐先生 - 他说为了让音乐能够存活 - 他愿意做任何的尝试 - 他用肖敬腾 - 成就他心中的梦想蓝图 - 采访接近卫生的时候 - 肖敬腾突然说 - 你知道吗 - 其实很多人觉得我很老 - 都以为我年纪很大了 - 他有点无奈 - 又觉得有点好笑地说 - 因为我这个人没有冲突性 - 因为我太过于正面 - 我已经正面到人家像吐了 - 想说你到底还可以多正面 - 他大笑 - 是啦 - 我是比较老成 - 但私底下的我 - 其实很活泼 - 很好动 - 只是我的线很清楚 - 烟酒啦 - 毒品这类禁忌的东西 - 在我这世没得商量的 - 但只要在法律以内的事情 - 我的range都很大 - 我很能开玩笑的 - 什么笑话都可以 - 黄色的也行 - 因为我成长在一个下阶层的环境中 - 我小时候是非常粗俗的 - 碰到这些还会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- 萧敬藤的确很皮 - 皮到甚至有点幼稚 - 拍摄时候 - 化妆师补完 - 装正吃力的准备 - 爬过桌子离开时 - 他会突然使劲地把它压住 - 让它动弹不得 - 或者要补装时 - 他会说好了啦 - 不要补了 - 化妆师大声说 - 不行 - 一来一往间 - 好像两个小朋友在吵架 - 又或者明明已经很久没有变魔术了 - 不知怎么的心绪来潮 - 在大家不可思议的惊呼声里 - 他好像 - 上瘾式的一个接一个变个没完 - 那一副怎么样怎么样 - 不告诉你们为什么的笑容 - 完全是皮小孩的得意境 - 难以想象 - 这样的萧敬藤 - 在刚出道的那几年 - 居然被称为神话一哥 - 我知道我很幸福 - 从大家的眼神 - 我看得出来我很幸福 - 这个大家 - 是我身边的朋友 - 我的艺人朋友 - 或者同行等等 - 我感觉得到自己的被认同 - 所以我得到的 - 也许就是我愿意牺牲的 - 其实不是变了 - 他说这十年来 - 改变的只有神美与生活 - 但人完全没有变 - 他说因为他的出道 - 是突然而非计划的 - 等于进入一个全然陌生的领域 - 不是那么了解这行业 - 到底在做什么 - 面对媒体不知道说什么 - 也害怕说错话 - 于是干脆将自己封闭 - 在安静的世界中 - 透过观察去学习 - 去熟悉工作的方式 - 在小时候一无所有的时候 - 我最在乎的人是我妈妈 - 没完我总会抱着她睡 - 所以她只要一哭 - 我一定哭 - 尽管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哭 - 但总之我就是会跟着哭 - 因为我就是很爱她 - 有一件事我记得好清楚 - 我妈好像是想要测试我们这些孩子爱不爱她 - 就说她得了癌症 - 其他兄弟姊妹说你在开玩笑啦 - 我一点都不觉得好笑 - 我非常非常难过的一直哭 - 是啊 - 小时候的我很爱哭 - 非常容易哭 - 我很害怕失去 - 然后我才知道 - 我对家人的爱很深很深 - 在青少年辅导组那两年 - 是我非常重要的两年 - 辅导员会不断地跟你说话 - 然后他会知道你会什么 - 你的兴趣是什么 - 他们知道我会绝世股之后 - 就跟上面单位申请拨了一笔经费 - 买了一套股 - 然后让我义务地去青少年辅导组教打鼓 - 每周六日我就会去教打鼓 - 我教过年纪最大的七十几岁 - 最小的四岁 - 还有很多大学生 - 当年才十五岁的我 - 用自己的能力 - 自己的理解去教大家怎么做 - 那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跃进 - 很重要的一段过程 - 很开心 - 很热闹 - 也很有成就感 - 我常说人家看你的表演 - 如果他说 - 哇 - 他这个表演一定练了一千遍 - 不 - 我是练了十万遍 - 而如果他说 - 这个表演他一定练了一万遍 - 那我就是练了一百万遍 - 我可以为了做好一件事情 - 让自己时时刻刻地都投入其中 - 我觉得应该要有这种态度 - 可以极度封闭的安静 - 也可过动的natural high -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差 - 同样都是肖敬腾 - 他很清醒地将自己分裂 - 清醒地说 - 我真的很幸福 - 清醒知道自己每个步伐的脚印 - 清醒地做决定 - 他说 - 我相信我的工作团队 - 相信我身边的人不会骗我 - 但就算他骗我 - 我也甘愿 - 因为我相信他 - 所以所有事情的所有决定 - 你都不能怨别人 - 因为所有的决定都在于你 - 就算你是因为被枪笔着 - 被刀刺着 - 也是你的决定 - 不是别人的决定 - 所以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去怪别人的 - 我真正的梦想是教育 - 因为我是被教育出来的 - 所以我一直没有放弃教育 - 我想做这件事情已经很久了 - 心里也已经有了计划的蓝图 - 不久的将来 - 你们将会看到 - 我一步步地实现梦想 - 因为我还没有了计划 - 因为我还没有了计划 - 因为我还没有了计划